今天继续带大家观察 圣安地列斯中的真实细节以及设定 火车会在固定站台停下 这时可以主动和司机换班 开启火车任务 如果列车速度够快还会脱轨甚至翻车 城市中的机场也不是摆设 可以实现三乘通勤 够票时会显示对应班次的起飞时间 飞行过程可以跳过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跳过 享受整段旅程 最离谱的是按回车键可以中途跳机 城务员还会贴心地为你准备散包 免费体验当散兵的乐趣 不同城市警车上的字母也不同 分别对应三个地区 警局内部也标注了其城市民 乡村地区市民的穿衣打扮明显要比城里人朴素 警车和警察的制服也有所区别 周围更地处有收割机 驾驶收割机收割植物出来的是草包 如果不小心将车辆开到人身上 出来的就是 火车站的后车厅在午夜空无一人 这时回家睡上一觉 白天再来会发现真的有人在等车 火车后排的车厢可以乘坐 同时也会有其他乘客下车 启动后和飞机一样 选择跳过则立即到站 不跳过也能欣赏沿途风景或者中途跳车 另外 铁轨和马路的交叉口数设立了栏杆 火车到来前自动降下 就是升杆的速度稍微有点慢 机场工作车辆自带车沟 可以和附近的梯子组合方便攀爬 像这种拖拉机后面的车沟也是可以使用的 一般车辆都能上沟 也能拉特定的直升机和战斗机 甚至能用拖拉机拉拖拉机无线套娃 我相信肯定有人用它模拟过小火车 空中的旗帜会随风摇摆 白天经过沙漠地区能观察到空气中的热浪 90年代洛盛都的医生都是神医 按两下原地复活 CJ有多种开车姿势 一般分为单手和双手两种 当你只有一颗星时 警察的武器会根据CJ的武器变化 你掏枪警察也掏枪 你切近战武器警察就用警棍 在警局掏枪或者捡枪会直接获得两星奖励 从室内出来有很高几率遭到伏击 一排人向你开枪 像这种情况最好进入服装店或件衣服 此时只要不继续作死 一会儿就能消心 把汽车开到喷漆店也有相同的效果 洛盛都的黑巴改车行能装汽车炸弹 人车分离10秒自动爆炸 酒吧里的抬球也可以玩 如果你不擅长也没关系 按回车键推出会发现球哥仍在手上 这时可以用你想得到的办法让球进洞 因为所有的球都是有体积碰撞的 城市中的篮球场可以打篮球 大街上偶尔能遇到情侣牵手走路 垃圾档上也布满了小飞虫 找到出口车辆需要手动驾驶到码头 吊车也需要玩家自己操控 快餐店回复的血量和价格有关 套餐越贵回的血就越多 路边的自动贩卖机热狗摊也能回血 CJ还能应聘外卖骑手 如果你不想送餐也没关系 可以将剩余的外卖全部扔掉 这样就能提前下班了 不同城市 同一品牌的连锁服装店 单品价格有些许区别 都是同一件蓝色衬衫 赌城要花48元 可在旧金山只要40 这剩余的8块钱都能多买一份汉堡套餐了 大街上的路人躺在地上有一定几率会掉钱 主角剪刀一般会说出感谢的话 城市中的塔吊可以操控 并不仅局限在任务内 军事基地的防空炮和航母上的防空炮 都能被爆炸物摧毁 CJ家门口的桥可以被撞碎 和最后一个任务有关 无票登机任务中的AT400 隐藏在堵城机场的机库内 平时可以驾驶 这玩意儿可比秘籍刷出来的九头蛇大太多了 下雨天 街上的路人明显要比大晴天少 毕竟有谁愿意冒着大雨出来玩呢 骑摩托转向幅度过大 或自动伸腿保持平衡 CJ跳上车顶 所有近战武器的攻击方式 都会变成向下攻击 方便玩家对司机造成干扰 开好车回了家 Home有很高的几率靠在车上和朋友聊天 随着剧情的推进 游戏中期 格洛夫街被巴拉斯帮占领 之前的Home也都不复存在了 游戏中的枪垫附带射击场 可以用来提高武器的熟练度 在场外还能观察到其他会员射击 选择武器时 老板会亲自从柜台中取出展示 而不是直接变出 另外 枪垫老板的武器也是双持 由此推端出 他的武器熟练度也是满级 并且从90年代开始 圣安地列斯地区最有名的连锁枪垫 就已经是武装国度了 世界上隐藏了很多蓝标NPC 达到一定标准 可以和他们交朋友 每个人都有对应的职业 如果是医生 在该城市死亡 不用交钱 再加复活 如果是改车师傅 能帮你免费修车 但如果魅力不够 就只能努力提升自己 下次再来了 并且朋友是有固定在家时间的 想要见面 必须等人家下班才行 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有一个致命弱点 死后不能复活 不管是认识前还是认识后 如果出了意外 就赶紧独打重开吧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加上第一期 肯定还有漏袋的细节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补充 喜欢他求个三连 咱们下期见